嗯 哎 阿姨好阿姨好啊 嗯 阿姨好你头发也很好吃 对啊我突然染回来了我染成黑色的了 然后他又掉色 可是你这不是黑的呀 然后他又掉了 掉成 掉了 好像黑色的哎 对啊 掉成那种奶奶灰了 哈哈哈 你这个你这个是黑色掉成这样的 棕色 染一个深棕色 你不是蓝色掉成这样子吗 我会不会染一个深棕啊 嗯 刚才是金黄色 金黄色然后染黑色然后一直掉掉掉掉 可以耶 你蛮好看的 刘充 是吗 我觉得你这个颜色更好看 比那个蓝色好看 那个蓝的不好看 哎 这个颜色还可以啊 这蓝这个这个颜色比较低调点 只要蓝色太张扬了 可以可以 蛮好看的 挺好看的 听绿绿说你们五一要过来 是啊 我们四个人开车去 可以啊 哪四个 五个人 九九啊 带九九五个来 对啊 九九不是来 九九是狗 四轮也一狗 可以啊 那个五一过来玩几天 可以啊 可以 哈哈哈 我们去那里游一下 可以 都没去过成功 可以 都没去过成功 好 那 好 想让一看 那你也可以叫你爸妈也去啊 刘充 我爸妈他们很忙 他们最近有点忙 哦 那就五一去不了啊 对 他们没有放假 他们没有这种 他们没有这种 放假 他们连天都干活 我们自由职业 自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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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是自由职业 我妈今天被老板 哈哈哈 我妈被老板辞退了今天 啊 为什么 我辞退了啊 老妈是自己对 自己自己辞职的 去见了你 他跟他跟老板吵了一架 然后他说我不干了 哈哈 为什么老板吵了一架 因为他想他想五一 他想五一来我们这里玩 那他老板不请不批价 然后我妈就跟他吵了一架 哈哈哈 啊 现在是自由职业了 现在是失业 什么自由职业 你有什么职业 去哪去哪 有啊 嗯 家人祖父也是个职业啊 嗯 就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是啊 就算家里搞卫生煮饭 你说家里不贡献也是个职业 可伟大哈 对 现在我已经上班了 天呐 我失败了 挺好的 哎哎 你多休息休息 让绿绿多挣点钱 给你寄回去 你 每个月回来打我点 我也收张绿给你每个月寄点钱 嗯 对对对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哈哈哈哈 阿姨在等我说一句话吗 嗯 九九说他不想去 九九说他不想去 哈哈哈哈 九九要跟住奶奶 他说 你们一块来啊 你看九九要跟奶奶不跟爸爸了 不 想九九了 挺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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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我就是借狗 借灵胶的狗在拍东西 嗯 他很开心哦 终于可以去成都找你们了他 九九 九九快 爸爸叫你呢 哈哈哈哈 九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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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真是看过来了 九九 九 你叫他不意 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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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 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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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打你哈哈哈哈哈哈 他也骂他呗 九九你看九九 没有月月月之前扯了一天 在家里就训练九九 教他做教他呢 是不是看这里九九看这里 九九你看我手指指 九九你看他指他看不到要叫他 他才知道啊叫一句九九九九九 哎 还真的真的会看 好聪明看到没啊 看到吗 看到了看到了看了看了看了 九九 九九九九 啊真的 九九哈哈九九 在看哦 嗯 那那阿姨到时候你们五一过来玩几天啊 三到两上三三到四天 我们28号29号去 二号就回来 啊可以身材跟牛冲一样拍什么码 可以拍大码的那个小雨 什么东西那个卖货 卖啥 不好意思卖货 卖啥呀还在卖那个枣 卖零食 哈哈 啊 你在家里九九看他会不会你眼台要摇过去 九九 会摇头 九九九 九九 看了我现在 九九 还已经盯着屏幕了你看 九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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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九九九九 好好玩哦 他一直盯着我 知道看了现在 九九九九九九 哈哈哈哈 给我看爸爸 九九九九九九 他直接都在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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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在看 哈哈哈哈 笑死了 嗯 你再叫去 杰丽 叫叫 真的会硬 真的只要看 只要叫阿民在都会硬 我把我贴 你干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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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就打了 他叫去他 你干吗 叫 不叫了不叫了 叫那么多声干吗 就看累了 对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就这样吧 拜拜 好吧 拜拜 那武一见 武一哥我们过来玩 嗯 啊好 拜拜 武一见 拜拜 拜拜 下了 拜拜 我记得 我记得你去过年 你有你有一个 你有你有一个 就让我 让我很 很欣慰 嗯 就当时他 他请我们一家人去按摩 然后他悄悄的就把 就把钱给付了 然后 当时我妈 我妈说了他要去付钱 真的假的 然后对 然后我说 有个人已经偷偷付过了 当时那个激动让我可欣慰 没事啊 他亲没讲按摩 多累啊 那天 他妈妈走来走去的 那晚上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那天晚上我们要去 我们要出去跟姐夫 嗯 去喝酒 跟他姐姐和姐夫去喝酒 那天也直播了 对 下播的时候我们想就是 喝酒可以配 快速的融入成一家人 培养了感情 喝多的时候就玩 就比较容易玩到一块去嘛 嗯 就那天 酒吧都没位置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一直逛了很多个酒吧 然后感觉他妈妈 还有他姐姐他们都走很累了 我就说我请你去按个摩吧 嗯 然后当时就找个 南昌最好的按摩店 嗯 然后就说大家去按个摩 嗯 对 然后当时就去按摩了 我当时想了就是 就 因为感觉你一样陪我走的可远的 可久的路 请你按个摩 也是属下感情的哈 嗯 可懂事哈 对 就去酒吧那天 没去酒吧后面 没喝酒 就按摩去了 按个摩就回家睡觉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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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